柔佛巴西古丹化学污染事件闹得满城风月 但是对重灾区金金河一带的居民来说 虽然是第一次发生大规模的污染 不过他们已经习以为常 因为从很多年开始就有人一直偷偷把化学废料丢进河里 只是这次情况比较严重而已 巴西古丹化学污染事件牵连甚广 人们不是远离事发地点 就是全副武装才敢深入灾区 但是金金河一带的部分居民却不以为意 直到今天还是有很多人完全没有采取任何防范措施 或是只戴上普通口罩 居民指出其实他们早就习惯了 居民透露乱丢化学废料不是什么新鲜事 他们甚至几次亲眼目睹有心人这么做 其实政府要管制一下 因为这个金星不是岛这边的 我看很多地方他们有服务岛 他们岛的时候 他们前面有一辆车跟出去的 看水 那个客厂那边 我那天还看到时常有人跟 一辆罗友后面拉锡车就来的 一些居民指出 他们多年来有可能吸入了化学毒气 但至今都相安无事 他们甚至认为金金河没有化学气味 不需要多加防范 正因为太多居民不采取防范措施 当地多个志愿团体有感事态严重 今天特别在金金河附近的住宅区大陆 免费派发R95防毒口罩给民众 希望提高防范意识 避免有人因此送命 巴都空间林晓彤 巴西古当报导